明天8点准时更新 我是真子 在1月28日的时候 特斯拉CEO马斯克发推称 新版车型Model S即将在下个月发售 放出的概念图显示了巫师3茶杯头 新路股物理等游戏的界面 与此同时 马斯克还在推文下面评论到 可以在这辆车里玩赛博朋克2077 并且马斯克对游戏的美学效果感到惊叹 这一系列操作神奇地拯救了 CDPR近段时间的低迷股价 当天CDPR的股价涨幅一度达到了19% 甚至成为2015年后的涨幅最高水平 另据特斯拉官网的介绍 车载的游戏硬件能达到 每秒10万亿次浮点运算能力 性能上可以替美当前的次时代主机 多人动作竞技游戏 嗜血边缘即将停止后续更新 据开发商忍者理论发推称 由于团队需要更多的精力和时间 来制作《地狱之刃2》 以及另外两款游戏 Project Mara和The Insight Project 所以决定不会再为嗜血边缘 开发后续内容 不过购买过的玩家依然可以游玩 游戏也不会因此停服 嗜血边缘在去年3月24日登陆Steam 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停止后续更新 着实有些出人力量 不少玩家都在评论区反映 游戏的动作设计和打击感很出色 但是匹配困难基本处于鬼附状态 逐渐批设化的策略经营游戏 《监狱建筑师》在昨天发布了全新DLC 奔向绿意 售价37元 我们店铺也上价了21元 该DLC在游戏中加入了全新的农业玩法 引入耕种和农产品出口的选项 全新的耕种机制可以带来新的劳动类型 监狱内可以种植马铃薯小麦和苹果等植物 玩家甚至还可以悄悄种大麻 农产品可以外销出口或作为囚犯餐点的食材 由于农作物需要生长空间 游戏地图也会相应增加三个户外房间 包括果园 农田和蔬菜园 与此同时监狱还将再度翻新 增加新的电力系统和环保设施 较为不足的是该DLC的bug有点多 双人合作推了游戏代号Tango 预计将于年内发售 本作现已发布了免费试玩的序章 游戏以近未来的高科技世界为背景舞台 各式各样的先进科技 以及全面连接的AR增强现实得到普及 玩家将与好友合作 分别扮演特工和黑客 利用自身独特的技能潜入到敌方阵营中 挫败高科技恐怖组织的阴谋 本作的具体玩法很独特 沟通是游戏的一个重要元素 扮演不同角色的玩家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游戏画面 玩家之间可通过语音交流一起发掘线索 设计好相应的潜入方案来完成关卡 休闲冒险解谜游戏 Tohu现已上架Steam商店 售价45元 本作的故事发生在怪异奇幻的鱼星球 玩家将同时扮演小女孩和他的机器人好友 在星球上探索奇幻场景 解开自己的绅士之谜 以及挖掘神圣隐情的真相 游戏采用了指向点击的操作玩法 双主角的切换是其一大特色 失望小女孩的时候可以利用她身姿灵巧的特点 在一些特殊场景进行探索 如果需要干一些重活或者是捕捉灯营和扳手腕 则可以切换到机器人来完成 除了推进剧情流程外 玩家还可同游戏中各式各样的小动物进行互动 并学习操作叙叙鼠套 平台动作游戏 奥利亚县已登陆Steam售价50元 本作剧情围绕着一个名叫法拉第的男子展开 一次海上风暴时的法拉第被困在一个神秘小岛上 玩家需要扮演法拉第寻找返乡之路 并探索奇异海岛的秘密 游戏的武器设计独具创意 玩家在游戏中可以使用一把名叫鱼枪的神器 鱼枪拥有瞬移的能力 当投掷鱼枪击中目标时 可以借此瞬移到目标地点 使用鱼枪不仅能在厮杀搏斗间闪转腾挪 还可以用来探索许多隐藏房间 完成一些救人任务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可以访问我们全年都在打折的游戏CDK微变 和重新开业的淘宝店 还有上传视频文案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在公众号留言指出我们文案的错误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